星期一是劳动节假期 入境处预计 今天是出境高峰期 到下午5点 有17万人次经各陆路口岸出境 而内地旅客入境的高峰期 就会是星期一 入境处会加排人手 方东星报导 下午经罗湖北上的人明显多了 入境处加排人手 旅客平均等10分钟就过到关 深圳的情况也差不多 复活节期间 人头涌涌的罗湖长途巴士站 未见排队等车人龙 当局估计下午是出境高峰期 有人就选择一组过关 包括这班单车发烧友 他们趁着劳动节 到惠州的南昆山劳动 参加两天的单车之旅 我们要因时间早点出发 早点去到目的地 香港根本没有地方 给你特意踩单车 是单车劲之外 但是你上大陆 你踩那些山或者农村 你那种感觉是很不同的 两地出入境部门估计 黄金周期间经过陆路口岸 往返内地和香港的人次 会达到468万 比去年同期升一成半 而在罗马州口岸 底缸旅客不算多 当局已经将24个出境柜台 改为处理入境旅客 明天会多些人的 因为明天就星期日 天气会好些 赛马日也有些内地居民会来 香港参观赛马 不过我们已经做出准备 明天的人手比今天更多 入境出发 5月1日是入境高峰期 希望旅客可以在20分钟内 过到关 无线电视机仔方东星报答